你好 欢迎收看4月13号台湿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周景瑜 头条焦点赶快来关注 12号南投县一名男子心情不好 就开着BMW轿车 在国道6号一路逆向狂奔 等到下了交流道后 整辆车还失控卡在水沟 没想到远景到场处理 他还拒绝下车 甚至猛惨油门 造成车辆爆胎 还有两名远景因此受伤 车子开在国道上 不过前方怎么有车迎面而来 车上驾驶被眼前这一幕 吓出一声冷汗 放声尖叫 夸张事件发生在12号晚间 50多岁无姓男子 疑似因为心情不好 开着BMW出门 接着就被民众发现 他在国道6号逆向行驶 结果擦撞施工中的交通锥 最后下了北山交流道之后 在国姓自撞山壁 左半边车轮卡在水沟内 没想到这还没完 远景到场男子拒绝下车 故意猛催油门 让轮胎摩擦边沟 因此爆胎直接炸伤两名 远景腿部 错伤跟肿起来这样 你现在走路应该很不方便 对不对 现在好多了 昨天是完全不能走路 本来有关于立项行驶的 交通回归 我们将会依处牌条例 43条一项一款 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除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罚缓 最后警方破窗 合力将他拉出车外 并对他实施酒测 酒测值为零 这赛好不容易结出这场闹剧 从新两名受伤远禁 松立治疗并无大碍 男子则要为心情不好 所闯下的祸付出代价 这在路上来说报道